都是ôle soon 都沒有說 還有分類樂еты 但另外一段次的 將項遊刊 快速48就是 快速bral Called Pro 山額之報如影隨行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 中暗組節目 我是楊如涵 在多年前有一部台灣電影 叫作《Vangza》 相信裡面的劇情呢 都讓觀眾朋友們印象深刻 裡頭還原了不少萬華 和在地的廟口文化 在節目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帶您來看到 在1950年代的萬華 當時港府經濟崛起 也讓邦嘎成了台北市 最熱鬧繁華的地方 當地群雄歌劇 在地的角頭幫派 方明館因此竄起 也接手了在地的勢力 而當時方明館的賭場呢 可是全台灣最大 賭客呢 從南到北 都集中到了這邊來 油水也自然多 為了爭奪利益和權力 也讓奉明館 從1980年代開始 就不斷上演著 小弟殺老大的腥風邪雨 大批警力包圍 喊話裡頭挾持人質的槍手 趕緊放人 這是在2022年10月19號 台北市的萬華 經傳兩起槍擊案 其中一起 竟然就是發生在芒嘎的青山宮內 在畫面中中槍倒地的 就是青山宮的副主委許文旭 他腿部中彈 中槍倒地 宮廟內竟然發生槍擊案 這也讓當時萬華警方 完全不敢鬆懈 最後警方把盛民萬國幫的槍手給包圍 讓仁智順利逃出之後 警匪僵持了70分鐘 警方心情喊話 最終結果槍手心一痕 還是選擇了結聲明 這起一死四傷的槍擊案 據傳這個槍手是萬華腳頭的邱國龍 類屬於萬國幫 他因為不滿沒有如願接班大衛 又覺得被自己的兄弟出賣 才會憤而開槍洩憤 而背後更疑似牽扯了數十億元的都更利益 其實萬華這邊的幫派勢力 從50年代開始就是群雄混戰 這一切還得從這間青山宮開始說起 盛況空前場面浩大 熱鬧非凡 上百個鎮頭和眾多信眾 把萬華的街道巷弄擠得水泄不通 每一年的農曆十月二十三日 是青山王誕城 也就是俗稱盟甲大拜拜 青山宮大繞境活動 除了是當地人的信仰中心 青山宮這裡的票倉不容小覷 每每到了選舉 這裡都是政黨參選人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早期萬華崛起之後 萬華腳頭幫派勢力群雄歌劇 打打殺殺 爭搶地盤屢見不鮮 而其中萬華幫派最重要的據點之一 就是它 在日治時期 方明館原先是一間戲院 當時有不少的日本藝記 就在此邁逸為生 也讓這個地方聲明遠過 1950年代由華西街延伸出去的黑幫 最後也以方明館命名 接管了在地勢力 而創邦元老之一 就是綽號露魔的林明彥 那這當中還有一個地下的賭場 非常之猖狂 非常之多 加上幫派之多 當時光是註冊 註冊有列冊的 大概有67個幫派 大大小小 方明館 花西幫 一大堆很多 所以變成大概每一天 這些世界在那邊出出入入 根據當時的一個統計 大概有人出國 一天一天的營業 光是這些的腳頭 這些所謂逛街的人 差不多有三千萬代表 你知道什麼 民國70 民國670年代那個時候 1980年那個年代 一天的營業光是這個地區 三千萬 所以可見當地是繁榮 那麼也就是因為有立陶 有錢之後開信之道 幫派之間就怎麼樣 就會開始產生摩擦 他們大部分都是靠的 賭博跟色情行業這兩種 作為營生的主要工具 賭場所收到的利益是多少 如果你在那個工作環境底下 待久了 你就會知道說 老大賺多少錢 顧問顧問 賭多少錢 我 我是第一次 我賭多少錢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樣的這個分配是不公的 1974年的萬華芳明館 成了全台灣最大賭場 全台灣的賭徒都來到這 雖然日賺斗金 為方民館帶來龐大收入 在地幫派經濟實力雖然雄厚 但組織內部沒有嚴密的方規 經常自相殘殺 其因都是為了金錢或是權利 開始就延伸出所謂的小弟 殺老道的一個情節 知名台灣電影 Mangali 老大吉他 被底下年輕人背叛暗殺的劇情 在1984年的台北萬華真實上演 電影裡面軟津天飾演的和尚 原型人物就是萬華黑幫 方民館的黑道分子 綽號小四的王邦菊 他年僅19歲時 就跟著他當時的老大 金足呆梁國凱 殺了老大庫瑪林春發 震撼江湖 更從此打破了萬華 在地角頭之間的倫理 從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變成以下犯上 眼裡只有權利 對昔日大哥趕盡殺絕 而這故事得從1980年開始講起 小四就在那個地方 小小年紀就被珍珠呆 這個珍珠呆 這個把它給吸收 那珍珠呆是跟著誰 就是跟著我們說 就是羅莫阿他們這個大哥 然後庫瑪林春發 是他們下面的 等於就是幫派的一個頭 一個頭 王邦菊的老大梁國凱身高不高 只有151公分 加上他愣頭愣腦 呆呆的樣子就被取作金足呆 只是綽號和他的個性 恰巧相反 那可是為什麼梁國凱後來會變成 槍擊要辦的第一名 就是因為梁國凱那個時候 其實梁國凱這個人很特殊 他爸爸是一個外省級的 他來到台灣之後 他們幾乎都是在南機場那一帶 生存的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他們的生活 本來就很困苦 而且你知道梁國凱從小有肝病 有肺病 所以他應該說 營養不良 營養湯對不對 你看梁國凱身高大概160 搞不好還不到160 這最寒你跟人家混黑道 從小被看不起 梁國凱暗中發誓 一定要串出頭 所以他敢拚敢衝 向不要密室的證明自己 從小在萬華長大的他 15歲就加入了方明館 跟著老大聯名演 只是自從老大因為糾紛 被人打死之後 從小受盡欺辱的梁國凱 變得越發凶狠 不僅手段兇殘 20歲的他就成了 黑白兩道 聞風喪膽的殺手 1984年的時候他只有22歲 那他火同了王邦鞠 槍殺了當時的方明館老大 叫做林春發 也就是庫瑪 庫瑪當年40歲 珍珠呆梁國凱22歲 王邦鞠19歲 大家就看出這個世代的這個構成 庫瑪只有40歲 已經當了12年的方明館老大 他是接替聯名宴當老大的 聯名宴也是被小弟打死的 所以他進了之後 進了那個洪明館之後 雖然得到大哥賞識 可是也不叫賞識 就把他拉進來之後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大哥 好像都把他叫做小孩 他是雖然是真的小孩 可是他比其他小孩還小孩 就是常常叫你去買檳榔 跑腿 幹什麼也不會這樣 所以對他常常就是打 所以他心生不滿 那所以就仲介梁國凱說 我今天要在道上 混出個名堂出來的話 如果靠打殺 沒有錯 打殺是很香對不對 我可以混出個名堂 可是問題是我今天香 要怎麼香才有夠香 黑到狠人很多對不對 那就是殺大哥就最狠 那珍珠呆梁國凱 也就是王邦居的大哥 他跟著林春發很久 他覺得說 我始終都沒有得到 應得的利益 所以他就約了王邦居 跟他自己的老大三個人 梁國凱和手下王邦居 從此在江湖上一戰成名 更成了白盜和仇家追殺的對象 珍珠呆跟王邦居 殺了人 殺了自己老大 就跑路啊對不對 當時由台北市警察局 刑警大隊 除暴組長何友宜 帶著珍二隊長梁澤昌 他們開始不限抓 為什麼 因為這對他們來講 就是頭號要犯 一定要馬上抓到 他們當年在梁國凱死了以後 王邦居也成為了頭號槍擊要犯 在茶集專刊之上 他成為了第一名 他比林來福還要早 成為頭號槍擊要犯 接下來我們帶您來看到 這一張照片 這是王邦居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他理著平頭 還有粗粗的眉毛 即便他的身材瘦小 但是從他的眉語之間 看得出來 王邦居這個人很勁十足 在1985年的7月 也就是一清專案 執行之後的隔年 當時台北市刑大 除暴組的組長是侯友宜 他帶隊前往了板橋 這一處民宅 進行攻堅行動 而他們在追的人 就是金租呆梁國凱 和小四王邦居 這一夥人呢 他們不僅火力強大 又不按牌裡出牌 也讓這場警匪對峙行動 長達了十個小時 當時只有19歲的王邦居 他挾持了仁治和警方槓上 警方這邊呢 也派出了談判專家鄧迅生 出面和王邦居進行談判 如果沒有處理好 雙方恐怕非死其傷 兩國凱在金租呆有沒有 他之前在整個鴻鳴罐裡面的 那個...幫派組織裡面 他為了要竄出頭 他是台灣最早就是 小弟槍殺大哥的一個案例 所以那個時候他槍殺了大哥 那你就覺得說 他那骷馬林春發 他是把他帶出來的小弟 對不對 把他帶出來的大哥 他帶出來之後 竟然被自己的小弟給殺掉 那你覺得說這個在整個台灣黑道 而民國七十幾年那個時候 你說一個黑道小弟 敢自己槍殺自己的大哥 這個對黑道來講 是一個很震撼的消息 以下犯上槍殺大哥 這可是黑道大忌 也寫下了震撼全台灣的 黑道恩仇錄 王邦居也跟著大哥梁國凱 踏上了逃亡之路 梁國凱更放話 寧可被亂槍打死 也絕不肯被抓 逃亡期間 他還跟軍火大亨許晶德 以七十萬元的代價 購入了污滋衝鋒槍 還有防彈衣以及手榴彈 當時在江湖上 第一個拿著衝鋒槍打出 然後那種台灣話叫打出 污滋衝鋒槍 不是大隻喔 小隻 小隻啊 可以連發三十幾發的 污滋衝鋒槍 就是當時小事拿在手裡 你知道那時候 那個什麼 梁國凱帶著王邦居跟顧正希的時候 他們最好的方式就是 去恐嚇黑道 要跑路費 打個電話去 他只要報個名聲說 我金豬呆 人家錢就準備好了嘛 錢來得這麼容易啊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火力很驚人 在那個年代 金豬呆他們手上竟然還有衝鋒槍 衝鋒槍是連發的嘛 對不對 警方那時候還在拿卡冰槍的年代 那時候警察署長還是如意君吧 對不對 他就一直想說 這個一定要把他逮捕 一定要把他抓過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下很多的通緝令 他們抓 後來你知道 他們長生在板橋松石路那個地方的話 那個時候台北市的除暴組組長 剛好是侯友宜 就帶隊 那個時候是台北市成立除暴組來 第一次出動 我剛才講說 那個時候警方最好的裝備 就是卡冰槍 那幾乎每個人拿一個卡冰槍 拿著盾牌 就要去圍捕啊 1985年7月16號 台北市行大除暴組出動了大批警力 前往板橋雙十路二段巷弄裡的 民宅二樓 梁國凱和王邦居等人就躲在裡面 他們明明知道說對方有衝鋒槍 人家卡冰槍真的是 光槍速就贏不了別人 等一下掃射 所以那個圍捕的話 四五十個人把整個房子包圍的 就逆不透風 而且你知道為了要把他們逼出來 他們竟然拿那個震撼彈 投了五枚震撼彈進去 還聽說那時候還有催淚瓦斯 也給它催淚彈也進去 可是你知道 他們三個人躲在這個民宅裡面 被逼的時候 他們不是馬上出來 他們是開槍還擊 還擊之後他們趁這個空檔的時候 跑到旁邊一樓鐵工廠 那個時候那個鐵工廠 就是夫妻兩個人還在睡夢中 聽到旁邊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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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又睡得著你知道嗎 剛開始就覺得說 怎麼聲音這麼大聲對不對 突然間還沒有出門查看的時候 他就看到他床頭站著三個人 拿著槍指著他們 就挾持人質 對不對 變變變變變發生這麼多聲音 突然間眼睛一張開起來 還在睡夢中 突然這次就真的醒了 為什麼 三個持槍的歹毒就指著他 所以那個時候就挾持人質 希望說能夠 跟外面的除暴組的警員 談判 希望能幫他們走 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負責談判的除暴組的主員 叫做鄧迅森 他是資深一個人 沒有帶任何槍進去跟他談判 因為時間這個時間拖得很長 聽那個屋主被挾持的屋主講說 其實其中有一個人 後來正值他就金租呆 那你知道他就跟那個屋主講說 吹大 有家這大二杯水 後來水一來一喝下去 就沒多久就看到那個人 口吐白沫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的正是金租呆梁國凱 面對警方四面楚歌 他逃不了了 染上重病的他乾脆一了百了 那個時候那個什麼 王邦駒跟顧正希兩個人 就更可大了 老大都死人那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才會要求說 要跟警方談判 最後由王邦駒獨自挾持人質 和警方進行談判 而當年的王邦駒只有19歲 整個槍戰挾持過程 長達10小時 最後筋疲力盡的王邦駒 終於被警方說服 那是王邦駒第一次就落網 被警方逮捕 這是王邦駒的第一次落網 19歲的他年紀輕輕就被送往管訓 在那個還是警備總部雷厲風行的年代 被送往管訓的王邦駒 王邦駒在裡頭一待就是三個年頭 王邦駒被送管訓 當時正是一清專案雷厲風行的那一年 1984年 整個台灣所有南北二路的縱冠縣大哥 都被送了進去 這也難怪人家會形容 只要被關進去 只會是越關越大尾 所以王邦駒進去了一趟三年出來 不僅沒有改過 反倒更變本加厲 他假釋出獄之後 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老地方 萬華芳明館 才22歲的他年紀很輕 但是心狠手辣 殺人不眨眼 然後他就是在江湖上 後來小四在管訓的過程中 認識了南北二路 反而認識了整個台灣各地 各個角頭老大 很多現在叫得出名號的 都差不多跟他們打招牌 因為他是小四 就叫人家 好像小兄弟 好像小孩 不錯了... 外號雖然小弟 但是因為他拿的是江湖上 傳聞的第一把物資衝鋒槍 跟警方對視 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 所以在整個管訓的過程當中 蘭巴里的好兄弟們 都很大跟他結拜 一清管訓 看似雷厉風行的掃黑行動 卻把各路凶神惡煞集結 也讓彼此勢力透過人脈 迅速升級 那麼這個時候小事出來 已經非無下阿謀 有名 江歐兄 人都有名 而且當時也真的很敢殺 那麼在管訓過程 解釋了很多的各路人 管訓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一個你看剛開始跟著津土袋混了 搞不好大哥死了之後 他從此就隱心排名了 混不出個名單 可是你把他抓來管訓 管訓的過程中 他又結合認識了很多道上的大哥 所以他這個有升級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出來之後他就說 我在裡面跟誰跟著 還有一個大哥關頭燈你知道嗎 名聲是不是就想像起來 而且在想到我跟他講說 他的偶像就是金竹呆 所以他開始出來之後 當然在洪民館裡面的地位不一樣 他被管訓過的 在裡面待了整整三年 1989年7月這個夏天 王邦居假釋出獄 再度回到了他最熟悉的萬華方民館 出來之後他就真的跟著裡面的大哥 就叫楊培坤 金竹呆 就跟著混 那可是他的遭遇 其實是跟之前金竹呆差不多 因為個子小 那個年代打打殺殺很重要 不是到處每個人都有槍 所以你個子小的就吃虧 可是一旦你有槍之後就不一樣 楊培坤他其實私底下有告訴別的角頭說 這種太老大的 絕對不知道 對我幸福兵太久 不能太久 總有一天要出問題 他正在絲綢會出問題的時候 就真的出問題了 就真的 有一天 王邦居就受不了了 認為說我管訓回來 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他就要去找老大談一談 結果老大根本沒功夫理他 老大正在華西街的電動玩具裡面 電動機裡面 打電動 打小精靈打到 這個很忙啊 沒有空啊 1990年3月27號 早上7點40分 華西街巷弄裡 這間電動玩具店 那時候你知道嗎 他就是因為他平常積業 他就是那個楊培坤在打電動玩具 他就跑過去說 有事情要跟老大講 楊培坤 打電動你是沒看的 你在外面待 他從外面抽個菸在那邊等一等 越等越不對啊對不對 你的老大對我這麼不重視 他就二話不說 拿著槍進去就對他 老大就開槍 又朝著老大的頭開槍 這一槍有點偏離 沒有把他打死 楊培坤重傷 送醫急救 當這件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電動玩具店裡面的人 通通一哄而散跑光了 然後大街小巷都在說 太郎啊 太郎結果 王邦居一個人就這樣散步 從滑進去走到康町路這樣 好像完全跟自己沒有關係一樣 沒事發生一樣 結果那個時候有一個叫 張昌榮的 綽號叫巴拉 他也是另外一個角頭 他跟楊培坤 不錯 才剛開槍打了楊培坤的王邦居 卻還若無其事地走在路上 而此刻他心裡頭的結 似乎還沒解開 那時候殺了楊培坤之後 他就一個人在馬路上走 那走了之後那個張昌榮 就騎著摩托過去 看到他對不對 跟他講說 我們那個地方 我們那個地方 有一個槍擊案 那你不要先不要回去 它危險 而且那 哪知道他就說 好吧 那你要去哪裡對不對 他就問王邦居要去哪裡 就騎摩托載他 後來開到桂林路跟康町路過 他說我拿車的 我拿到路車 他一下車之後 就槍拔起來 他還跟那個張昌榮 拔辣跟他講說 那個很危險 你先不要回去 還很關心他耶 可是他槍竟然拔起來 對老爸就開了兩槍嘛 拔辣 張昌榮 頭部頸部中彈 殺人原因至今不曉得為何 後來王邦居小師 他就變成殺老大 又是一個大哥 又名號又闖出來對不對 那怎麼辦 警方那時候因為之前 有珍珠袋金珠袋的事情的時候 他圍捕計畫更加的詹密 所以那時候王邦居就覺得說 我自己一個人在台灣 可能也不好混 22歲的小宿王邦居 再度展開了他的逃亡生涯 他拿著假護照 穿梭在了台泰兩國 這個圈子裡面幾乎就沒得混 對不對 沒得混 要抓啦 要抓 當然要抓啦 對不對 然後他就指好幹嘛 他就指好先逃亡了 他第一個先逃到香港 到香港大家也知道 那叫做14K的地盤 到香港其實老實講 是水土不服啦 真的水土不服 因為14K比較跟外省幫派 比較有聯絡 那你這個本省掛的人 雖然在那邊 還是會找得到朋友 但是水土不服 所以不服怎麼辦 再去泰國 曼谷地區是坦白講一句 在30年前收容很多 我們的黑道的逃亡分子 在台灣殺了人啊 騙了錢啊 就跑去那邊躲的 非常多 所以他就逃到泰國去了 他在泰國當地 開始怎麼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就開始販毒 王邦君是我們歷史上 這個治安史上 最早觸碰毒品的黑道人物 但是我們兩個 這麼冷的環境 精湯好好 我們都沒有距離 現在年輕人 只要給阿電話 距離後膀 這個人 都慘了 九十年青少 在電影角頭中 講述的就是早期幫派 有一條嚴禁痛處毒品的 不成文規定 因為大哥們認為 只要沾染上毒品 常常人就會為了毒 不擇手段 甚至違背倫理 背叛幫派 王邦君開了先例 現在時空背景慢慢改變 販毒的暴力 也漸漸改變著黑幫生態 萬華芳明館以下犯上 槍殺了兩個老大的黑道恩仇陸 再度真實上演 殺了兩個看著他長大的大哥 王邦君四面楚歌 面對黑白兩道追殺 他開始展開逃亡 而逃亡期間當然需要跑路費 他更從泰國等地進口毒品 回台灣分裝銷售 慢慢地他成了一個毒銷 只是在逃亡期間 他利用假護照 穿梭在台灣和泰國 竟然又在回台灣的期間 涉及了另外一起中榮昌命案 也讓台灣刑事局警方 決定和泰國警方展開合作 一場跨國的追捕行動 這場行動能成功逮到王邦君嗎 他那時候就偷渡 用假護照偷渡到泰國去對不對 去泰國之後他帶著誰 帶著之前的那個 他在預遊 曾經在捐運園內裡在一起去 後來兩個因為警方 我們長期以來泰國警方 跟台灣警方是有合作關係的 那時候還執行一個 本來要執行一個同步行動 那麼那時候他覺得說 我在泰國警方也要追捕的話 那我知道再偷渡回台灣嘛 綽號阿生的李在錢 變成王邦君逃亡時的最佳戰友 兩個人持衛照護照 從1995年開始 每一個月來回穿梭在台灣 和泰國販毒 王邦君更化名為泰國鎮 當年25歲的他 已經從警方眼中的通緝藥犯 變成了跨國毒硝 這個時候因為他可能 有沾到毒品 當時其實台灣那個年代裡面 其實雖然有一清 但是毒品也開始氾濫 所以當時他好像就開始 走上這一個毒品 甚至於跟國外有一些毒販 有做這樣的交流 1997年開始 刑事局針三隊透過情報 盯上了兩人全力不限追捕 而就在這時 王邦君又固態附謀 在台灣涉及了另外一起命案 一回台灣之後他聽說 在台灣他在逃亡這段時間 竟然有一個叫中榮昌的 打著他的名號在什麼 不適合 賣海洛英 他就講說 你用我的名號在賣毒 賺的盆滿撥滿 我一分錢都沒混到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去找到中榮昌 當時李在錢跟著王邦君 找到了這個中榮昌 位在台北市無心街的住處 那中榮昌也知道 情勢被王邦君知道之後 這事情被撕破之後 其實那一天王邦君跟李在田 進入中榮昌他家的時候 中榮昌表明說我叫做我 我就是小吃王邦君的時候 你知道那中榮昌就想說 待會兒這聲音 那個命可能就是不見了 所以他那時候表現得就是 很低調的 他兩隻手打開之後 就趴在桌子上 想說我都這麼低調 你要錢我就給你錢嘛 對不對 我賣了毒的錢 我可以全部都給你 那想說我這樣服從這麼聽話 應該是沒事吧 那知道王邦君看他這樣 你自己打在桌子上 打在桌子裡 我槍拿起來就直接對著腦門 就開了一槍 你看 開了一槍還不夠 王邦君最後再打一槍 確認沒了氣息 兩人才離去 所以王邦君那個時候夠狠 他回來又殺了中榮昌之後 那警方又發現說這個命案 又是王邦君幹的 那個時候警方哪會那個 所以這個時候王邦君其實殺了 做了這個案子之後 他又回到泰國 那回去泰國之後 警方也在追他 他也覺得說泰國 其實他可能是聯絡一些 毒品的事情 聯絡完之後他覺得 泰國也不能再待了 之前已經被抓過一次 這一次又被抓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他其實 他投渡到泰國之後 泰國警方已經知道他又入境了 所以這一次追他之後 很快王邦君的行動就被發現 那泰國警方是什麼 一個追捕行動 三十年前我們刑事局的國際科 跟泰國的警方的關係 是最好的 東南亞多國裡面 凡是有台灣逃犯到泰國去的 我們常常都會很快掌握行動 好 國際科馬上就掌握了 王邦君藏意在曼谷的落腳點 然後開始要圍捕 其實我跟你講 泰國跟我國警方都派人 那等於是天羅地網 十面埋伏了 都已經準備好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號 刑事局徵三隊 和國際科組長何昭凡 還有偵察員諾立凡 搭飛機到泰國 和泰國警方組成專案小組 準備要去抓他的那一天 大家準備一擁而上的時候 有一步我後車這樣騎過來 那個男的 騎到王邦君面前就說 起來 用台語講說起來 王邦君二話不說就坐上去了 就這樣 在十幾名幹員面前 直接的接走 接走是什麼 逃走了 什麼意思 就是說風聲走漏了 風聲怎麼走漏了 到現在依然是一個名 就在一聲令下行動之後 出現了變數 因為在這準備抓人的時刻 竟然會碰上陳咬金 警察開始追 他們騎摩托車 警察開警車 然後結果在閃避一輛公車的時候 他們一個拐彎 摩托車閃過去了 警車砰 撞到公車的屁股 撞到公車的尾巴 所以警察就追丟了 這件事情你聽起來像拍電影一樣 神奇對不對 會告訴你一點都不神奇 為什麼 因為在泰國警察的操守 到現在為止都令人質疑 因為泰國警方的腐化程度 是世界聞名的 那可是在追捕過程之中 因為那個警車 跟尖的警車 去撞到人家公車 插撞 所以就讓王邦居這樣跑掉 短短五年光陰 王邦居已經從小弟 變成了國際大獨銷 不只和國內縱冠線大哥 往來密切 更在東南亞 把佐斯海洛因和安非他命 來台銷售 至少身被四條人命的他 還有恐嚇脫逃 偽造文書 等多項前科 被台北地院通緝 王邦居知道 泰國不能再待了 他迅速轉移陣地 所以這次王邦居覺得說 泰國真的永遠不能再來 太危險 在這次跑去哪裡 要跑到日本去 接著又逃到日本的王邦居 來到了東京 新宿這裡 也就是歌舞祭廳一帶 去投靠先前來到這邊逃亡的 方民館分子 只是沒有想到在日本 王邦居沒有比較低調 竟然走在大街上 馬上就被日本警方 臨檢查器 這回他竟然還直接掏槍 朝著日本警察的臉開 現場一共有兩名警方中彈 雖然對方撿回了一命 但是至今仍顏面神經失調 此舉也引發了台日亮國嘩然 你泰國不能呆了 於是這只下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東都日本 就是方民館 其實在日本時代 所以有一些台灣人 有到日本去 所以在那邊有建議他 1980年代後期 日本東京新宿的歌舞祭廳 早已成了台灣黑幫 扎根已久的海外據點 更是許多黑道人物 逃鹿的第一首選 王邦居他們這次也想到去日本混了 哪知道他去日本之後 也是行動相當囂張 台灣的黑道到了日本之後 都覺得說這個地方有很少 而且一個到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也不會行蹤暴露 這是在1992年9月15號 王邦居駭名同夥走在 東京新宿的大街上 有一天他在新宿的街頭 兩個人由於行為怪異 被大酒保警示廳的人員 發現說奇怪這兩個台灣人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尤其是王邦居 因為王邦居他就是一個 侯友宜講的 他是一個很土很直的人 走路都不太震驚了 所以馬上就被警方注意的 就攔下來 攔下來的時候 那個王邦居想說 這個一定幹的 我不可能被你抓 我在台灣背了幾條人命 我要被你抓的話 那還得了 警方當初根據筆錄是講說 看他行蹤可疑 而且態度很囂張這樣 竟然上去就盤查 那在一盤查之後 那個王邦居剛開始還 不服那個林檢 右手伸進去 要拿手提袋裡面的護照 假裝要拿 拿出來就是一把槍 拿出來一把槍的時候 兩個警察馬上 第一個動作就是往後退 對不對 那是本能動作 往後退 所以他在開第一槍的時候 沒有命中 就兩個警察 他都沒有打中 但第二槍 打中了誰 打中了前面那位警察的胸口 打中了前面那位警察的胸口 第三槍打中了第二位警察的臉部 右夾 一次打傷了兩個警察 幸好沒有打到 穿過腦 那個頭腦 否則他也是當場就死掉 這是台灣黑道 首次在日本槍擊警方 消息一出震撼台日兩國 日本警示廳更隨即發布通緝 但因為王邦駅和同夥都不是本地人 因此警方研判 兩個人跑不遠 最後果真在公寓雙雙落網 後來王邦駅在日本就被警方逮捕之後 判了十年關了八年 2000年6月20號 王邦駅在日本服刑之後獲得假釋 被警方押戒回台 當時的他戴著一副眼鏡 穿著運動鞋 看起來神態自若 從斯文的外表來看 更難以想像 他是一名凶殘的槍擊要犯 後來你刑犯之後 就把你拘捕出警了 那時候台灣的警方 就把他帶回來 那帶回台灣之後 就開始我們剛才講 一連鑽的審判 那時候之前不是我們講過說 他可能疑似殺了楊培坤 金吉坤嗎 還有一個那個芭樂 張昌龍嘛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一審的時候是被判無期徒刑 二審的時候很誇張 你知道那個法官說什麼 他說因為這個案年代久遠 而且後來就是因為 檢方跟警方收集的證據有沒有 以部分遺失 以前常常幹這種事情 證據還能夠遺失的 所以後來竟然判他無罪 你知道嗎 因為王邦記以前幹的案子 除了販毒 之前講說他槍殺中榮昌有沒有 中榮昌那個案子的話 法官又講說證據力不足 對不對 那到底當初在收證的過程 到底是在收證什麼 好啦 那不管 反正他犯得殺老大 殺中榮昌這些案件的話 都因為什麼年代久遠 證據力不足或怎麼樣 判無罪對不對 可是他還有其他小小案件 包括什麼販毒 什麼 所以後來他也是被關了幾年 2003年王邦記 槍殺中榮昌一案 一審被法官判處無期徒刑 不過最後因為證據不足 加上同夥理在前翻貢了 最後判他無罪 而從日本回台灣之後 王邦記繼續服刑被關了九年 2009年之後 小四再度出獄 他呼吸著自由的空氣 但恐怕萬萬沒有想到 毒品這東西 竟然讓他再次栽了金豆 王邦記被押回台灣之後 在2009年終於假釋出獄了 只是沒幾年之後 他又因為酒駕 假釋被撤銷 因此再度被通緝 2015年之後 王邦記又被抓了 曾經的槍擊要犯 這回竟然敗在了汽車旅館 有時候兄弟坐著手會針 就是有碰到毒品 有以前這個槍拿出來 就可以有錢進來 那個習慣是沒辦法改 王邦記在販毒的逃亡人生中 漸漸地沾染上了毒品 在2015年8月 新北市土城派出所 針對轄內的汽車旅館 加強巡邏時 新北市的土城 一家這個汽車旅館裡面 找了兩個麵 就是為了傳播麵 在那邊拉K 那麼這味道 K它麵是非常的重 它那個味道有點濕味 很重 警察林姐 警察林姐 都是K燕 你真的給我看 你在房間門外是聞到 K它麵的味道 然後 就敲門 請他們裡面開門 配合我們林姐 警方上門一名留著金髮穿著清涼 身材火辣的女子上前一門 隨後原警走入套房 兩名女子嚇得坐在床上 一打開門只見兩個金髮辣妹神情恍惚 而空氣中煙霧瀰漫 還飄著塑膠臭味 警方更直覺這房間裡 絕對不只有兩個女生 後來我是發現 就是 那個什麼 廁所門是繁鎖的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把廁所門 敲開 就打開之後 還是沒有人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有可能是在天花板 有聽到一些聲音 對 有有聽到聲音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聽到說 浴室裡面為什麼會有天花板 噴噴噴噴的聲音 後來還砰一大聲 進去一看才發現說 有一個男子他躲在天花板 這時原警站上了馬桶水箱 果然找到了卡在天花板 和鋼架中間的男子 去推然後拿那個手電筒去照 然後有剛好跟他對到眼 就是裡面有一個人趴在那邊 這樣子 我們就跟他 心臟喊話這樣子 就是叫他自己下來 然後我們大概 僵持了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現場僵持了好一段時間 原來這名男子腳上卡了鐵釘 最後才自己慢慢爬下來 但他是誰呢 一個中年男子戴著一副眼鏡 其實他的外表 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可是警方就開始問他 身分證 他好像報了兩三個都是 然後後來我們才帶回去 鴨子文 才知道他的身分這樣 鴨子文查出來之後是 王邦局 然後我們用電腦查完 之後是那個殺人通緝 後來把他抓到了土神攀手去 那麼去做這樣的一個比喻 按手運的時候 才後來發現邀請 當時如果他打出槍來 這是別安總 這個人竟然就是赫赫有名的 十大槍擊要搬之手 外號小似的王邦局 文文沒想到在江湖上 殺人不眨眼的小似 因為林姐栽在警方手裡 好險他當時身上沒有武器和槍械 否則恐怕將再度引爆槍斬 感覺滿壯的 就是精壯型的 對 如果是真的要 對我們這樣是 感覺會受傷的那種 對 他算哀哀的 但是 其實應該是有 有在鍛煉 真的不會被警察抓到嗎 好不容易蹲了苦搖 重獲自由之聲 又再度登上新聞版面 而其實回溯王邦局 2009年假釋出獄 但卻因為酒駕 被撤銷了假釋的身分 只因為不想要再回到監獄 遲遲沒有盜案 遭到通緝 而逃了這麼多年 在最放鬆 沒有戒備的時候 狼狄落網 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 曾經的萬華芳民館 上演真實版的黑道恩仇路 我們接著把鏡頭 轉到現在的青山宮 他是現任主委 黃清源 先前也是方明館的大哥 不過他竟然也被人暗殺了 只是殺手呢 竟然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就向這個黃清源 公出實情 敢暗殺青山宮的主委 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幕後主使者的身分呢 沒想到也讓大家震驚 竟然是先前 槍殺了北聯邦幫主 唐重生的大同區角頭 吳明達 每年青山宮遭近 比排場 比人氣 更比經濟實力 而現任萬華青山宮的主委 黃清源更是這裡的靈魂人物 綽號鷹鴨丸的黃清源 過去也曾經混跡方明館 施萬華土生土長的角頭老大 近期全心力的在宮廟活動上 只是在2022年間 在萬華江湖地位崇高的黃清源 竟然險些被人暗殺 幕後指使竟然是他 來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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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行警看到要逮的目標出現 衝上前當場將車內的險犯 拖下車壓制在地 那一頭優勢簡力同樣 荷槍使彈來到黑幫制點逮人 警警衝上前逮人 抓的人正是大同角頭吳明達 他快頭大 很勁十足 在20多年前就曾經 在台北市的農安街頭 槍殺時任北聯邦幫主唐重生 鬧上新聞版面 5月27號發生在台北市農安街的 北聯邦老大唐重生命案的 主要嫌犯吳明達 16號晚間9點半左右 在桃園縣巴德市一家車行內 打算向老闆買車時 被台北市中和分局刑事組幹員 巡線圍捕 嫌犯吳明達見到警方人員時 立即掏出兩把知識手槍 挾持撤行老闆當人質 為了解救人質逮捕嫌犯 警方前後總共開了31槍 擊中嫌犯吳明達臀部以及右小腿 順利將嫌犯制服 曹哥他要不先把手槍 要向我射擊的話 我絕對 我絕對不會這樣子 破壞 當年被逮之後 他氣焰仍是囂張 無期徒刑 假釋出獄之後 吳明達創立威政集團 從事土地開發等土方事業 和愛心活動 表面上是洗白了 但私下事業仍在灰色地帶遊走 這一次警方會抓他 就是因為吳明達竟然花了 五百萬元買兇 只為幹掉黃清源 原來新北市一名理性建商 和吳明達有糾紛 建商因此找來了黃清源 劇中協調 但協調沒有喬成功 吳明達反倒認為 這個黃清源多管閒事 因此花了五百萬找槍手 要做掉黃清源 但這個槍手 卻是個染毒的毒品人口 更在試用毒品過程中 精神恍惚 神智不清 向有人透露 自己要去幹一件大事 因而暴露了自己的槍手身分 最有消息 更傳到黃清源的耳裡 據傳黃清源這邊找到了槍手之後 逼他錄下自白影片 坦承幕後指使 最後這起殺人計畫 不了了之 現代版的方明館恩仇錄 活生生上演 2023年8月 台北地院依照 預備殺人等罪嫌 判處吳明達一年有期徒刑 如果判決定驗 得先重回監獄 把他先前無期徒刑的殘刑給服完 不過吳明達在偵訊時否認涉案 更強調自己這幾年來都在做公益 不認識這些人 在今天一個小時節目當中 我們帶您看到了王邦居 他年紀輕輕 就成了台灣的十大槍擊要販 成兄鬥狠 甚至還殺老大 而他的人生彷彿電影一般 值得我們借鏡 非常感謝您這個小時的收看 我是楊如涵 我們下週再會